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在座 每一个底下 除了我之外 你们没有用手机的举手 能吗 举一个 各个都用手机 是不是 出门不坐火车 不坐汽车 不坐飞机的 不坐轮船的举手 当然在你们家小院子 溜过来不算素 那不算素 这说明什么 这些人 都是阿弥陀佛的有缘众生 这些人都要举手 投阿弥陀佛的票 因为他们都在用他力 阿弥陀佛这个法门 就是他力的 你不要打着手机 搞自力修行 你就是搞两面派 对不对 你打手机不是靠他力吗 靠科技生产力吗 你孩子在广州 你跑步去喊他 你给我电话吗 就到了 为什么 人造的产品 还有这么灵光 还有这么样的功德 阿弥陀佛那个手机 就六字名号 一摇就到了 阿弥陀佛 说摇听到了 怎么没有阿弥陀佛在那边答应你 这就是不可思议 他答应你了 有什么可思议的 他不用答应就答应了 这就是不可思议 你没有听到他答应 就已经答应你了 你还没有打电话的时候 他就已经答应你了 你能可思议吗 对不对 还搞个线 还拉个网 还搞个架子 那这不用不着 所以我们心中呼唤阿弥陀佛 你不要听到阿弥陀佛答应你了 听到答应了 都不算不可思议 你如果对这个大山喊一句 还有回声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喊阿弥陀佛 他不用答应你 你当下喊的时候 当下这个声音 就是佛在答应你 这可思议吗 要不念 阿弥陀佛 你说听第二句答应你 没有 这一句 就已经当下就答应你了 你们好好去想一想 就像我们沐鱼 敲这个沐鱼群 敲这个沐鱼一样 你当下敲的时候 是不是当下沐鱼就在回应你 就答应你 这是没有分两下的 当下就答应你了 哪有第二个声音 有第二个 那就是缓了 你来不及了 如果有第二句答应你 你可能啪掉下去了 所以不用第二个 当下起念 就把你救着了 当下起念 当下得救